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呢就是本系列终于出现了第一次的女双对打的精彩画面 在教练的安排下呢 小轩和蚂蚁要和超强的惠城中学进行一个女双的对战 然后他们还发现了蚂蚁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不知道蚂蚁这一次要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弱点 然后去突破和战胜它呢 请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本精彩的运动系漫画哦 接下来小篇要隆重推荐的是绞川平方新推出的一个新系列 叫做《真的是这样吗?之原神阿土》 目前呢这个系列已经出版到第二集了 本作呢是以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为背景 读者可以跟着主角阿土和小笔一起到各种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沙漠篇和沼泽篇一起去探险和冒险 还可以一起学习各种地理的新知识 接下来的是一本很温馨的漫画 这个是温馨原创漫画系列的新作品 叫做《茉莉花海》 本作呢是讲述少女茉莉 在爸爸和妈妈离异过后 妈妈又很不幸的被证实患上了癌症 她必须面对人生中的第一次生离死别 而且呢从中因为各种经历然后成长了 如果大家对这一类故事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看这一本温馨系列的《茉莉花海》 最后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一本 《X探险特工队大冒险时代之恐龙乐园》 这本的故事非常精彩哦 小航一航人呢居然被传送到了恐龙时代 他们呢在那里还遇到了这个芬里尔先生 最想念的弟弟拉菲尔 究竟他们之间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小航他们要怎么样脱离险境 请大家一定不可以错过这一本最新的《恐龙乐园》 以上呢就是小编这次呢 要为大家介绍的几本新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期待小川平方接下来推出的更多精彩漫画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